最近有關油儲局的事情 可能在選舉過程當中 沒有注意到 竟然我們在看到 政府通過一個條例 就是油儲資金 可以變更去買進 上市上櫃股票辦法之外 他最近加一條什麼東西呢 就是油儲局裡面 可以高達660億台幣 可以去購買對岸的債券 也就是說一般來說 不論說美國的房地美 房利美是負責美國本土 或者中國的油儲公司 負責中國自己的債券來買 現在台灣在夜匡時的主導之下 竟然可以用行政法律 通過一個條款什麼東西 就是油儲資金可以到對岸 買進660億的債券 而我們知道最近 中國大陸發生什麼事情 中國大陸最近發生 兩件重要事情什麼 地方的債務已經破到 25兆人民幣了 我的單位是人民幣 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大陸 正在遇到一個強大的風險 什麼風險 就是地方的省政債務 正在破表增加 而同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中央就是中國中央 並不認為它有必要去負擔 中國未來地方債務的發生 因此更有趣的內容什麼 最近中國大陸公佈 它的存款 整個存款是下滑 超過13個百分點 奇怪 中國不是經濟在增長 這個存款卻減少呢 好了 中國存款減少 但貸款需求增加 所以也就是說台灣的過去 這段時間總共放了2.1兆新台幣 去做貸款 好 做貸款就算了 可是我們知道最近新聞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最近新聞包括鎖利出事了 包括中國的鋼鐵出事 包括中國最大風力公司 也可能債務不能還清了 而中國最近公司債的發行量 已經比美國更高了 在這麼多的風險警告 我們立法委員在這個立法院去 質詢我們的官員的時候 我們的葉匡石竟然悄悄的 就通過了郵局的錢喔 郵局的錢喔 可以投資對岸的債券 你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台灣似乎一點警覺都沒有 因為目前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現在需求恐激 現在中國大陸怎麼搞呢 中國大陸在深圳搞個叫 潛海集團 潛海集團怎麼樣呢 專門吸納香港大量資金 可是不要忘記 香港的金融機構 跟中國人行是有簽約的 所以他們有一些保障的協定 可是到目前為止 台灣已經買了將近四千億人民幣 已經借了2.17兆的台幣 過去的時候 賀然發現到 我們的央行跟對方的央行 竟然沒有OBU 竟然沒有MOU 所以就是說 這就好像我們把經位的錢 送去香港 但香港跟台灣沒有MOU 已經被罵慘了 結果我們的郵儲金 竟然可以這過去 你說這個事情難道夜匡時 你不應該好好地面對台灣的資金嗎 這個問題很重要 我們要做三級 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在講這個敬畏TDR 然後因為這牽扯到說 他背後的大股東 那在中國的包括甘源 然後包括溫雲松這些的關係 就其實那是在針對 這個連勝文個人 可是他已經延伸到 之前有好幾位委員質詢說 到底我們的公營航庫對大陸的 對就是說對大陸地區中資企業 光中資 今天如果說 比如你是給寶城 給富士康這種的話 算是台資企業 可是我們光中資企業 這邊的貸款的金額 我這邊看到的是504億 也就是說類似像索利這種 就是完全像金位這種純中資的機構 就有504億 那可是整個全部就說 這是到今年8月 台灣就是本國銀行 對大陸地區的受信投資 還有資金的猜存總額 這個大家知道是多少嗎 到目前為止 現在最新的總額度是 就是上次節眉有提過了 1.7兆 1.7兆 那這個金額是已經讓大家覺得說 整個中國大陸 現在是在鬧錢荒的情況之下 他們已經沒有錢 可是我們是貪圖人家什麼 我們貪圖人家說 那麼久不見 還有你有看的 decide 我們可以嗎 我們可以吧 我們可以的 這裡